台北车站外两名男子扭打拳一团 其中灰衣男一手抓着对方领口 另一只手不停攻击输出 朝对方脸上黄辉拳 但另外一名男子也不甘示弱 出手猛推对方胸口 两人打得很激烈 简直把北车外广场当作格斗擂台 就连路人上前劝阻 他们也不肯罢休 直到两人双双挂彩才各自离去 这一幕也让民众吓坏 赶紧通报110 警方后报也循现展开追查 但还听远景怎么说 原警调阅相关监制器影像 已掌握犯嫌身份 全案调查后 依涉嫌违反伤害罪 寒送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原来当时两名男子 疑似互看不顺眼 才会在台北车站前广场大打出手 这下双双挂彩 还被移送法办实在划不来